本视频由游戏及使用技术提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视频黄金眼栏目 作为SEGA旗下著名系列 光明系列的最新作 光明只想从公布之初 便受到了众多玩家的关注 现在本作终于和玩家们见面了 相信不少没有接触过该系列的玩家 至今还处于观望状态 那么游戏的素质到底如何呢 本期节目便为大家揭晓 要说本作最大的卖点 那便是由著名画师Tony绘制的人设了 相信这也是许多玩家购买本作的原因 值得肯定的是 本作的人物建模对人设的还原十分到位 人物在对话时的表情 以及跑动时的动作 都有着十分自然的表现 而与人物建模相比 游戏的场景表现略逊一筹 但草原 沙漠等露天场景 在远景的衬托下 显得十分开阔 本作也有着特殊天气的设定 雨天中的城镇有着独特的意境 但沙尘暴雨 露天的表现过于夸张 极低的能见度 严重影响了玩家的正常游戏 除了表现尚可的画面 本作的音乐也是一大亮点 充满抑郁风情的BGM 大大加深了玩家的代入感 而又人气声优演唱的主题曲与插曲 也具备了极高的素质 总而言之 本作有着较为出色的观感表现 绝对可以让玩家沉浸其中 本作的玩法与以往的系列作品均不相同 除了游戏类型的改变 许多独创系统的加入 也让老玩家们眼前一亮 战斗系统比较强调动作性 而诸如作为核心系统的崩解系统 将演奏融入战斗的BAND系统 以及龙装变化系统的引入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战斗的口玩性 而在战斗之外 与同伴培养感情 也是游戏的乐趣之一 提升与同伴好感度的方式多种多样 丰富的夜晚时间以及约会事件 让玩家能够深入了解角色性格 这也使游戏的体验更为全面 但纵然本作的系统丰富而又充实 也难掩其中诸多不人性化的设计 几版关系系统让人捉摸不透 以及地图之间不能快速移动的问题 让实际的游戏体验略打折扣 这些细节上的不完善 难免会让人觉得本作有后期感攻之嫌 相比其他RPG作品 本作的主线流程并不算长 40小时的长度并不能让所有玩家都过足以 但游戏的实际内容远不止如此 通关后的隐藏BOSS 100种以上的支线委托 各角色的专属结局 以及需要稀有素材进行合成的技能断片等 达成这些内容需要耗费玩家大把的时间 但充实的游戏内容并不能保证新鲜感 重复度较高的支线内容 稀有素材超低的凋虑 以及较少的地图场景 使得玩家在游戏后期难免会略感枯燥 这也着实让本作的耐玩度有所降低 光明之响是一款传统的日式RPG 这对于玩惯了日式游戏的老玩家而言 吸引力非同一般 再加之 本作同步推出了官方中文版 除去了许多玩家的语言障碍 而著名画师Tony的助阵 以及水树奶奶 早见沙芝等大人气声优的加盟 也是本作成为了许多二次元宅们的必买之作 作为一款PS3末期的游戏 本作的表现可谓不过不失 丰富的游戏内容 美形而又性格各异的角色 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光明之响具备了这些RPG所必须的要素 在日式RPG匮乏的年末 将本作当成热情传说发售前的开胃菜 也是一个不错的所谓 人的研究章 接着 游戏机使用技术总361期震撼上市 攻略刊载光明之响流程指南 另有口袋妖怪与龙之世纪研究和特别企划 GTA5 36大不可思议现象 光盘更收录金刚狼前传最速通关视频 同时TVgame大赏仍在火热进行中 此时代主机等你来呢